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怀源中医诊所吴正英医师 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新型流感病毒 也就是俗称武汉肺炎的保健小尝试 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逐渐升温 使得社会大众对于这个病毒的造成的恐慌 逐渐的越来越多 因此我在此为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在家自己做的保健小尝试 第一个是戴口罩、勤洗手 做好卫生保健的部分 就可以降低和病毒接触的几率 第二个是要做好保暖 春天本来就是温差大的季节 也是流感容易产生的季节 因此早晚温差大的时候 建议大家在家要做好戴帽子 脖子戴围巾保护器管 然后脚穿襪子 做好全身的保暖 这样自然比较不会被流感传染 第三个是补充均衡的饮食 尤其减少刺激性食物的摄取 因为刺激性食物的摄取 进入体内人体就要多耗能量去消耗它 这样不仅没有补充到营养 也会让身体消耗过多的能量 越补越伤身 第四个要充足的睡眠 以及适当的运动 这些都可以让你的身体越来越有精神 越有越来越有抵抗力 以及新陈代谢也会越来越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迷信偏方 坊间最近又开始流传说 有哪几位中药能够治愈五万肺炎 其实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中医师 来针对每个患者的体质 以及症状来辨证论治 然后对症下药的 而各位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来还原中医 由专业的中医师为你做咨询 欢迎中医诊所关心你